Hello 大家好 我是豪哥 今天是11月5號 現在時間是五點一刻 跟大家來聊聊 我自己的品牌的房車叫威豪房車 馬上要出來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會做 自己的品牌的房車 那以前呢 豪哥也是跟大家一樣 豪哥也是玩房車的 玩著玩著發現市面上 沒有一款你自己滿意的 或者豪哥一直有一句名言 叫你買了房車 只要考慮去哪裡玩哪裡玩 不用考慮去哪裡改哪裡改 基於這樣的一個目標 我們視察上沒有任何一款有這樣的車 所以說豪哥開始通過自己的 就是說想法做這樣一款車 車有一個更多的選擇 那並不是說我的車 這個豪哥一直在就是說自賣自誇 或者怎麼樣 只是讓視察上有更好的一種選擇 然後也是讓 就是說促進房車有更多的一種 就是發展的方向 因為很多車有沒有這種選擇的時候 你會逼著你去消費著你 就是讓查家去升級 我覺得這些豪哥也是為 就是說整個房車產業 帶來的一種這樣的一種 血下 豪哥是從2010年開始買了第一台房車 第一台房車好像買的是 是待擴展 就是後擴展 床的位置擴展 不要動 床的位置擴展 好像一直跟大家在說的時候 買房車盡量不要買 床位置擴展的這樣一個車 擴展的車呢 它下雨也是正潮的 它不下雨也是正潮的 這話怎麼理解呢 是因為擴展是不能保證 你就百分之一百密封 走開走開走開 也就是說不能保證百分之一百密封 也就是說你這樣的漏水 都屬於正潮的現象 也就是說你現在不漏水 不代表未來不漏水 所以說我的一個理念 就是說買房車床 一定要固定的 這是我跟大家的一種理念 我一直跟大家在 在這樣的一個強調 然後呢 還有呢 比如說我們豪哥的 一直有一個叫加水系統 那隨著豪哥的這種 理念的深入 越來越多的茶家 跟豪哥合作過的一些茶家 都已經做一個標配了 前段時間也有那個景豪房車 也聯繫豪哥 就說能不能把這套系統做一個標配 就是說讓更多的消費者有一個 好用的這種體驗度 那豪哥也是把豪哥的這種想法 交給景豪房車 未來景豪房車也會 把這樣一個好的好用的一個系統 作為他們房車的一個標配 豪哥一直有個理念就是 好用的東西讓更多消費者 就是說得到實惠 得到這樣的一個好用的一種體驗度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所以說這也是未來我想做自己房車的 因為我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好的理念 好的想法用到 就是說 房車上去 因為豪哥呢 這次已經是我第四台車了 未來肯定還有第五台車 有可能還有第六台 都說不定 我是 玩房車的 也是我是玩家 但不是專家 我不是房車缺裡面的專家 豪哥是玩家 豪哥的 這種體驗度 跟玩房車的經驗 是所有茶家不具備的 明白嗎 但豪哥不是專家 豪哥不能跟茶家去比 豪哥只是把我的 使用的經驗 分下出來 那然後有時候會 以前跟包茶家做一些 定時版的時候 茶家有時候也不太會介意 就接受 因為 你沒有一種力量去逼他 好多茶家他是 不想這樣去動 所以我這裡一個理念 就是說盡量好用的配件 好用的品質 品控更好的東西 加持到房車裡面 盡量因為我中國人的動手能力 確實沒有 老外那種動手能力強 所以說中國人的 就是說你只要 把車品質做好 讓他們安心的玩 舒服的玩 這才是豪哥做 自己 就是說 威好房車的最大的一個 想法 然後我現在的豪哥也跟 好多 就是說 配套的企業在合作 未來會有更多的配套的一些 新的東西出來 豪哥會有一些就是說 新的銷售模式的革新 未來還有 售後服務的一種革新 我是希望整體中國房車產業 朝更好的一種 發展道路去走 因為你沒有逼他去走 他不可能去 其實很主動的 就是說把這個事情做一個 標準啊 做一個好的東西去推動 我覺得 我們玩房車的 這種玩家 這種理念出來 你倒逼著 因為很多消費者認可你以後 你會倒逼的查家去進步 我覺得這是一種 很好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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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啊 還有一個你看 好像還有很多的玩房車的經驗 包括這個車的一些改進 比如說你看 這個進 因為我是無中門嘛 也就是從前門進來 然後這裡面會有一個貼窗 這樣的貼窗的話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起到一個通風的作用 為什麼沒有開貼窗呢 是頂上沒開貼窗呢 是因為頂上又留著 抓太陽能板 還有一個 你這種頂上的貼窗呢 它晚上開的時候容易露水 那這樣的一個側窗的那種 窗戶開著呢 它不容易露水 只要起到一個通風的作用 因為我們晚上去戶外 睡覺的時候 花椒野外的時候 側窗是不改開的 因為就怕窗戶開著 被小偷 殺瓦割掉東西偷走 我覺得我們很多自己的一種 實在的一些經驗 這是特別豐富的 說了那麼多 總體來說 就是讓 豪哥的這種車 希望 讓更多的車有一個很好的選擇 未來接下來豪哥的所有的視頻 慢慢慢慢會多了 我的車出來以後 會跟大家拍視頻分享 好了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